然后再度出生 出生道理又经千节 这才能的人生 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 所以做错事情 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的人生 你看看这个多久 对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 纵然遇佛法再修行 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神奇迹 道理的此理 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 生生世世修行 很快就成佛了 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 你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要受这个果报 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 绝对不是吓唬人 绝对不是欺骗你的 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 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 为什么呢 因为法是正法 如果这个法是邪法 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 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 写法纵然是正性 也不能得福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法的本质 是纯正无邪 能令一切众正成无上道 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 侯宽尽宗法门 尽宽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 他为什么第一殊胜 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 这还得了吗 任何法门里头 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 尽宗是平等成佛 那毁谤尽宗 障碍尽宗 那个罪过比这个 又不知道要生多少倍了 这一定道理嘛 这事并不难懂嘛 所以毁谤尽宗 障碍人念佛 障碍人求生净土 要比这个罪 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 多少万倍 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 不是啊 千万一倍 那么这是讲 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生 纵守人生 贫穷下贱 住根不拒 多被卧业来接其心 不久之间呢 他又多卧道 这个才知道 躲在卧道里 出卧道就太难 太难了 不是不能出 时间太长 一次一次把这个卧道吸气 减一点 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够 这人生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 他才能生患吸气 经上讲的这些事情 我们每个同修都干过 不晓得干了多少遍呢 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 阿赦王子这一帮人 佛将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你要知道 他供养四百亿佛 他堵多少次的地狱 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 这些事情 供养四百亿佛 跟主说 供养四尊佛 他准成佛了 才晓得我们起个卧念 造作卧业 太容易了 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 阿赖耶诗里寒藏 无量界的业细种子 外面遇到这些事 稍稍有一点不如意 那个悟念头就起来了 毁谤这个事情 他就干出来了 造作这些众业 哪有不多地狱的道理 要想不多地狱 行啊 赶紧忏悔 趁你现在一口气 还没断的时候 还来得及 而这个忏悔呢 只有求阿弥陀佛 求别的法门 没有办法 还是免不了 要堕落 要受报 只有求阿弥陀佛 那修忏悔 法往生 立刻了 改过自新 从前毁谤 现在极力赞叹 这才能挥得了头来 以前障碍别人修学 现在详尽方法 劝勉别人修学 从前障碍那些人 现在把那些人找来 向他求惨悔 我以前错了 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 这才行啊 你才能挽回 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 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 我们千万不能够 疏忽 不能大意 要常常 记在心里 决定不能够做 张道的应援 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事故蒲广 蒲广 机会他人供养 上祸磁暴 何况别生 祸尽毁灭 这是说个轻点 这是障碍别人 修供养 读得这么重的果报 如果这一段 如果再是 如果再是 卧义 成慧心 卧心 来造毁灭 佛法 那个罪就更重 这一段是讲啊 机会 三宝的果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